大家現在在研究網上見到 這就是一個截討 來自The Atlantic 一個美國的報章 題目就是 Democracies are better at fighting outbreaks 就說民主國家在對付疫情之中 是好些的 不過就發表在2020年的2月25日 就是九年的事 已經年多之前的事 我們記得當時在中國 就在2020年的1月23日 就武漢封城 所以這個發表那時候 就大約是武漢封城之後的一個月多跌 我們知道在武漢封城之後 大約10日左右 就建成了一個火神山醫院 後來就有一個雷神山醫院出來了 他們發表這篇文章已經知道了 看到這兩個院出來 已經說 中國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 就很快就起倒了兩間專科議員 不過 當然當然 不過 這是靠壓迫人民所做到的 然後他們就說 中國這種這麼粗暴的手法 就是我們不學的 我們這些政府知道 最重要是得到人民信任 一年之後 一年過多 一年兩個月左右 回顧這篇文章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 荒天下之大謀 今天的事實證明 就是所謂的民主國家 以民主燈塔 美國來說 現在它是領先全世界 它那個死亡人數 是中國的80倍 人口是中國的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 它的死亡率 比起中國來說 就沽了三百多倍 而現在這幾天 在另一個民主大國 認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印度 疫情現在就是 鋁破世界紀錄 它每天新增的確醒數目 就已經連續兩天 破了世界紀錄 一樣 在未來一段時間 都會仍然繼續 不斷地破世界紀錄 這個世界紀錄 是不值得破的東西 是嗎 即我們看到 根本 這一篇文章裡面 的假設 在今天來說 看回頭 就完全錯了 坐在哪裏呢 這樣 它假設 因為民主的政府 要向人民負責 所以自然 對於人民的要求 自然就反應靈敏些 因此 疫情控制自然會好些 這樣 那我們今天見到 絕對不是這樣的事 無論是 在經濟上 比較好的民主國家 或者經濟比較差的民主國家 我們說的是 美國和印度 疫情 一點都沒有好事 都沒有好到 對吧 當然不是說 特權國家 一定是不好 或者一定是好 也不是這樣說 而我只是說 應付的疫情 和民主政制 沒有什麼必然關係 我只是說 沒有關係 你不要這樣說 民主一定會好些 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見不到這樣的事發生 反而我們見到的就是 政府的執行能力 是絕對重要的 如果政府沒有執行能力 就算政府是民選 那又怎樣 做不到事 那又怎樣 我們見到的就是 因為中國政府 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周困能力 當然 他也說到一點 政府要得到人民的信任 但得到人民的信任 不是靠說的 是要靠為人民做到真實的事 中國政府就有人民的信任 所以當中國政府做一些 他們認為非常殘酷的事 非常之強暴的事 整個一千多萬人的城市 封城 不准出入留居家 這個 離譜了 離譜是離譜 當一解禁之後 中國人民走出來 歡天起地 沒有人對政府有任何怨言 當然 有些要做新聞 有些要搵食 那些 可以說一些假話出來 不講良心 那些人有 好 也都有人被判 也都有人寫了一個日記 但是 實際上 看大部分的市民 中國的市民 今天歡天起地 照樣過正常日子 但是在西方現在還是 在病毒的 有暖之下 印度更慘 未曾可以過正常日子 而且 他們想著 疫苗出來就救命了 疫苗由去年12月份開始 在英國開始打起到現在 英國現在仍然 有不少人 每天確診著 疫苗救不到他們 疫苗的接種率 已經是未夠 而也都因為疫苗 他們被作為希望的話 我們見到 西方國家拿疫苗作為 政治工具 印度那麼急 叫你放開一些 那些原材料 都可以說 我為了救自己的國人 這個不可能 不可以接受的東西 當然我明白 救自己的國人是很重要 但是現在 美國的接種率已經下降了 開始有疫苗 多了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第一時間 就幫助最緊要的國家呢 中國做到 他叫做中國 他叫做疫苗外交 但中國出著真心幫你們 中國的疫苗 不會因此而 調高價錢來賣 中國的疫苗 可以免費提供給一些 有需要的國家 這個是 人類的命運 共同體的表現 我們所有的人類 是大家搭在船上 中國在 習近平主席 去年宣佈了 中國會在 2030年 達到 探風值 去到2060年 探中和 這個宣佈一出 全世界國家 全部都反映 響應 又被中國領導人做了赤哥 他不想做的 但是 你們個個都 不願做 那怎麼辦呢 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們是同一個命運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我們不要照顧這個地球 我們全人類都不行 這個病毒也是 最好的解決辦法 就是把這個病毒 從地球表面上 消除 要將它消除 所有國家 都可以將它全部 在社區裏面 完全阻止它流傳 這兩天 我們澳洲 亦都有一單兩單 這個就是 由 那些旅客 流傳出來的 在酒店管得不夠緊 今天 和大家報告了 昨天那裏 遺散有一單 西澳有一單 流傳出來 希望這兩單 真的跟蹤到 沒有再惹到人 要不然 好像上一次 遺散這裏 我們現在一天 二十九萬人以上 我們澳洲二十九萬幾個 的確診 其中的二萬多個 全部來自 我在這裏為省 就因為 在酒店裡 走了出來 希望這次 走的兩個出來 就真是跟蹤到 不要走的租主走 但我們見到 這些 個別 有個別 民主國家 好像澳洲這裏 和紐西蘭 新西蘭 做得多好 有 但也都太多民主國家 搞到一塌糊塗 所以 不要將治理疫情 和政治掛勾 最重要 都是仍然看 政府 執行能力 如何 當然 人民信任很重要 但信任 是從政府 為人民 服務 做出來的 而不是說出來的 選舉 不能使得人民 聽政府話 我們已經看到 西方其中一個大難題 就是人民不聽話 在這裏 在印度這裏 有死的人 疫情很厲害 在英國 還有人出來抗議 要社區隔離 這是什麼的心態 我真的不知道